首先带你来看到瞩目的政坛话题 教育部长蒋伟宁因为论文审查风波下台 对此今天中研院院长翁启辉表示 台湾太重视论文发表应该要重新检讨评见方式 另外科技部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表示将会对申请补助的学者重新拟定挂名原则 中研院院长翁启辉受邀企业团体发表演讲 媒体关注教育部长蒋伟宁因为涉入造假论文挂名案 而下台翁启辉说台湾应该重新检讨评见制度 我觉得台湾可能太重视论文的发表 结果不管性质不一样的大学或者学校 都是以论文为最主要的评估 所以我们的整个评见的方式可能需要检讨了 科技部今天则召开记者会拿出英国来信 重申没有市政指向蒋伟宁和审查作假有任何关系 次长林一平说风波结束后 科技部会拟出一个论文如何挂名的原则 科技部说包括什么状况最好不要挂名 贡献程度低放在制线栏即可不必挂在坐纸栏等等 之后都会纳入提醒但无法强制 不过科技部认为学界之后应该对挂名会更加谨慎 新唐人台电视自行好张明主陈辉耀 台湾台北参谋到